大家都知道周瑜是吴国著名的将领 更是在赤壁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战派 与诸葛亮联合抗击曹操的主要谋划者 同时也是吴国重臣 在军中朝中都有很高地位 而且还赢取了三国时期的美人之一小乔为妻 可以说是典型的高富帅 有钱有权还有美女当老婆 地位也不一般 孙策的拜把子兄弟 孙权的护国军师 然而如此一员大将 曾经差点就被说服到曹操的手下去了 曹操的操作真的如此令人窒息 这就要说到赤壁之战的一环了 也就是著名的蒋干道书一节 蒋干道书的过程也不用多说 作为曹操的说客 蒋干利用同乡的身份 进入五国军营 在周瑜的接引下进入大营 半夜道出军情书籍 结果道出的这份书本 却是周瑜所书的假情报 然而事实上蒋干道书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蒋干或者说曹操想到走的并不是情报 而是周瑜 蒋干是江东名士 能言善辩 以表堂堂 其变才放眼江东南密敌手 爱才的曹操得到蒋干自然是十分欢喜 将其纳入到了自己的人才幕僚团队中 建安13年 曹操暂时平定了北方民族的外来干扰 同时连年的风调与顺 也让魏国国力增长不少 又吸纳了袁绍 吕布手下的优秀的将领和残余部队 军事实力突飞猛进 已经成为了当时实力最强的势力 这也让曹操下定了南下攻打孙吴的决心 而至于刘备他并不放在眼里 因为当时的刘备缺乏被称为势力的要素 军队松散 没有根据地 缺少财政收入和战略纵深 只能依附于其他势力 所以当时的孙权 就成了曹操的头号大敌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但 曹操作为一名军事家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当时其会下的人力资源部门 也为了对付孙吴 而大力招揽专门人才 加之曹操本就是爱才之人 周瑜在他眼里是比起黄金珠宝 更加价值连城的优秀人才 所以为了早日平定江东 曹操打算把周瑜挖过来为自己所用 要说曹老板这一看蒋干的简历 忽然眼前一亮 有才华又是周瑜的同乡 还是个能言善辩的名士 立马就聘用蒋干来做自己的说客 去说服周瑜加入自己的阵营 蒋干一听曹老板要让自己帮忙说服同乡 自然是全力准备立班 之后便顺流而下 前往江东说服周瑜 令人意外的是周瑜对蒋干是一片热心 同为同乡名士 两人相谈甚欢 在英律 诗词 各种方面都是相见恨晚 同睡同吃 期间周瑜还很大方地让蒋干参观军营 展示自己收藏的真腕和服饰 蒋干在三天内也游说了许多 而周瑜在临别前还是拒绝了蒋干的游说和曹操开出的优厚条件 并且赠予蒋干一袭话语 大丈夫处事知道 遇到知己的人 对外要尽忠诚的道义 对内要有骨肉般的亲情 言行都要听从安排 俘获共享 就算是前朝能言善变之才 复活前来游说我 我也会婉言拒绝 这是你改变不了的事情 蒋干回到曹操面前报告此事的时候 表示周瑜的气量和忠诚 绝非是言辞所能形容的劝气放弃放弃收入阵下的念头 而曹操也只能心情愉分地放弃了这一想法 对于爱财的曹操 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周瑜的帅财 同理水师的能力 都是让曹操求贤若渴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只要有了这样的一名水师都督 配合曹操的大军 假以时日彻底平定江东地区 统一大半个中国绝非难事 剩下的巴蜀西凉更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曹操的手腕来说 想要拿下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也许在那时候 曹操就可以一展自己知识之能臣的能力 于战乱废墟之上重塑华夏文明 可惜奈何周瑜是真性情的忠义之事 所以这个梦想也就随着诸葛亮和周瑜的赤壁火攻 和三分天下渐渐远去了